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京奥运的这个参赛门票 那你接下来的备战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虽然说延期 但是每一天都是处于备战的状态 然后不管在技术上在体能上 我们一样在有规划性的进行一个训练 那么就是也特别感谢体育署 因为延期的关系体育署特别就是办这个 东奥的一个模拟测试赛 让我们选手一样都有一个比赛 能够持续的去努力这样子有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 在准备 对 念琴接下来一年离这个奥运 还有大概一年的时间也会持续努力备战啦 那我也帮他加油 因为这是他第二次要前进奥运了 非常的厉害 加油加油 好 那在灌红的部分呢 这位游泳新秀真的非常的厉害 一定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他在去年八月份市清锦标赛 200公尺碟市呢游出1分56秒48 他是以奥运A标拿下的东京奥运的参赛资格 而且他在10月份的接下来去年10月份全运会又以1分55秒72 再刷新记录 非常厉害一位新秀 跟我们聊一下现在备战状况如何呢 目前准备的还不错 因为要特别谢谢每一位民众 就是非常做好我们的防疫工作 所以可以让我们持续的做训练 所以现在自己的身体状况是随时准备好上场的状态 对 哇 灌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谢谢所有的民众我们一起配合防疫 我们也让选手可以持续安心的备战 全部大家都是为了我们这个东京奥运的选手国手们一起努力 谢谢 真的很棒很棒 那我们接下来呢 两位选手跟大家聊完就是近期备战情况之后 马上来看看他们的射飞标能力如何 刚刚男生先对不对 我们现在换女生先好了 我们先请念琴来 就准备位置 全级选手玩飞标不常见的 好 来 好 我们让镜头稍微拍一下 这个号码是多少 好 我们跟这个都确认过了 律师也确认 许律师确认 我也仔细看 确认 看到了 零四 好 请零律师帮我们输入零四 接下来换冠红 好 好 这个非常清楚 好 律师没错 15 请零律师帮我们输入15 最后两个号码再请念琴 好 很清楚我们让摄影机拍下的是07 麻烦零律师 07 好 最后一个数字 灌红麻烦了 好 是06 我们摄影机都有拍到后 所有的观众朋友都有看到了 最后一个数字 产生是06 再次掌声谢谢两位选手 谢谢你们可以先稍微回座休息一下 那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镜头来到舞台上 我再次跟大家复述 刚刚产生的八个号码 分别是01 12 14 06 04 15 07 06 总共是16位数字的乱数种子 我们会输入到电脑里面进行电脑的抽签程式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又要麻烦律师咯 我们现在就在所有人的见证之下 请律师帮我们开始抽签 好 现在我们的城市开始跑了 达到百分之百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四百万位的得奖者 得到这个动资券的得主就会产生 好 现在百分之百完成了 也让我跟各位来说明一下 我们看到画面上方 现在四百万位的这个得主出现了 那左下方幸运中签者呢 我们只秀出最后倒数的十位 好 因为版面的关系 那我们都已经用马赛克处理好了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在身份证号末码抽签的结果 看起来 诶 状况其实是蛮平均的 你身份证末码不管是哪一个数字 其实大家看起来都有百分之十的这个中签率 好 我们也达到了这次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次的抽签 其实是非常公平公正公开 而且大家的中签率没有很大的偏差 也是希望这次的抽签结果在这边呈现给大家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感谢林律师跟许律师 谢谢您 两位请先回座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了 现在抽签的结果出来 你可能有很多疑问 我该怎么领取 我该怎么使用 以及什么时候 所以现在请容许我在这边跟大家稍作说明 首先第一个问题你会问 诶 我该怎么知道我中签了呢 第一个 我们会在明天也就是7月29号上午10点之前完成通知 会主动通知你 也就是你当初在登记的时候留下的行动电话号码 我们会用简讯告诉你 你中签了 这是第一个方法 好 如果到明天早上10点都还没有收到 可以怎么做呢 也欢迎你上动资网来查询 明天早上10点7月29号10点就可以上动资网来查询你是否有中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大家会问说 诶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用动资券呢 提醒大家动资券是用QR Code的方式来使用 会从8月1号的上午10点一直到年底 也就是12月31号 这五个月的时间都可以使用 所以不用心急 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来使用 那接下来大家就问说 那我要怎么领取这个QR Code呢 很重要哦 也请大家听好咯 因为呢 我们的中签者有400万位 人非常的多 大家真的不用急 那如果你必须要在7月30或7月31号赶快抢签领取 你有特殊赶快用途的话呢 提醒您我们在这两天7月30号 礼拜四跟7月31号礼拜五 这两天我们是用身份证默码分流 的方式来领取的哦 所以仔细听好 如果您的身份证字号默码是单数 也就是13579 请你在7月31号礼拜五的时候领取 如果你的身份证默码分数就是02468的朋友请在7月30号的时候来进行领取 这是我们头两天30号跟31号就是礼拜四跟礼拜五会这样子分流领取的这个状况 要特别请大家留意一下好 很简单你可以记默码是双号的人就在礼拜四来领好 你的身份证默码是单号就在礼拜五来领好 这是我们在头两天特别希望大家可以配合的 那接下来从8月1号开始你要领取的话都不用担心了 全部都可以领取 但是真的不用急 你只要想要在消费的时候想要使用的前两天去领取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有长达这么久的时间 五个月的时间都可以领取 所以大家千万不用急 不用急在前几天就赶快要抢哦 这个是跟大家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所以从8月1号开始大家就可以使用这个动资券的QR Code 来进行一起去运动 一起去看比赛 甚至是添装备 这是我们今天活动要进行到这里最重要的目的 希望告诉大家如何来使用你的动资券 那我们最后也非常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所有与会的来宾还有选手 同时也感谢在荧幕前陪我们一起抽签的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活动在这边进入到尾声咯 谢谢你们一起的参与 我们再见咯 拜拜 带走